21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运送包含贫油弹在内的坦克弹药表示谴责 并表示 如果西方使用含有核成分的武器 俄政府将被迫做出回应 同一天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表示 英国的决定缩小了俄罗斯与西方潜在的核冲突的距离 西方又向前迈了一步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则表示 英国做出这种决定 证明他们已经认识不到这些行为会对全球战略稳定造成怎样的破坏 当地时间21号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说 联合国方面对英国向乌克兰输送贫油弹一事表示关切 今天有报道 德国要发布英国的领导 在L Charlie have any response from the UN Schw'tous 券反 and are thinking to send this kind of armory to Ukraine? Well, you look, seen the concerns we have expressed over the years about any use of depleted uranium given the consequences of such the usage and those would apply to anyone who provides such armaments. 根据英国方面的消息 这些瓶油弹是作为挑战者二主战坦克配套弹药 一起提供给乌克兰的 本月初英国媒体曾报道在英国威尔特郡的一个军事训练营里 英国正对乌克兰军人进行英制挑战者二主战坦克的相关培训 据悉该培训计划持续数周 今年1月英国首相苏纳克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包括14辆英制挑战者二主战坦克在内的一批武器装备 并敦促西方盟友加快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今年2月下旬曾称 英国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该型坦克 英国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挑战者二主战坦克 势必也会配备更多的弹药 在诸多弹药中为什么贫油弹会让人们弹汁色变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贫油弹的危害 贫油是致癌物质具有化学性和放射性毒性 在弹药爆炸后贫化油剧烈燃烧 氧化油和贫化油颗粒会悄无声息的进入人体 用肉眼根本看不到 对人体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 贫油弹爆炸之后产生的粉尘 还可能被风带到他处污染当地的水和农业 历史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曾经多次 对别的国家使用贫油弹 给当地的民众带来的灾难延续至今 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 美军首次使用了贫油弹 据报道 美军在海湾战争中 共使用94万枚贫油弹 这些弹药和其他军事相关污染物 造成伊拉克大部分地区 先天性出生缺陷和癌症等疾病数量激增 1999年 北约在轰炸南联盟期间 共投制了15吨贫油弹 导致当地癌症和白血病发病率激增 严重破坏了当地乃至全欧生态环境 一项研究结果证实 1999年后 塞尔维亚出生的婴儿 有更高概率患有恶性血液疾病 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 以及脑肿瘤 美军还在伊拉克战争中 使用了贫油弹 白鳞弹等各种非常贵武器 由于这些武器的放射性影响 伊拉克民众癌症 先天畸形等病症发病率显著增长 也给当地环境造成灾难性破坏 伊拉克放射性污染专家 苏瓦德纳吉·阿扎韦曾指出 2003至2004年 美军在伊拉克多地 使用了18.1万枚瓶油弹 2004年在费卢节 尤为频繁使用 伊拉克官方统计数据表明 在1991年海湾战争前 伊拉克癌症发病率是平均每10万人中40人 而到了2005年 这一比例飙升至平均每10万人中至少1600人 而这一增长趋势仍在继续